哈喽大家好 我是Paco 什么这台呢 是Lexus NX350 F Sport 那在还没有真实进入影片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与分享哦 谢谢大家 那相信大家对这台车应该都不会陌生 它是NX350的F Sport 它的售价为415,888 那当然它有另外一个款 名字为NX250的 可是那它就不是F Sport 它的售价为375,888 NX350跟NX250的价钱相差40,000 然后NX350呢它是2.4Turbo Charge的 NX250呢它是2.5NA的 其余的它样子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是这是F Sport的配套的话呢 它的Grill Rim 还有一些设计都会不一样 那当然在Lexus Malaysia呢 你购买新车的话 它会给你5年的Warranty 不过就算我买Lexus 我没有Warranty 我也不会担心 因为Lexus就是一个品质保证 那来看看它的车头设计 第一眼看的辨识度最高的 就是这个从顶到底的这一个Sprinter Grill 无论车身是大还是小 都是配有这一个Sprinter Grill 在路上看到就非常非常的霸气 那F Sport跟Luxury最大的分别 就是它的Grill跟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如果是F Sport的话呢 它的Grill的中间的设计的网状是这样子的 而Luxury是另外一种设计 非常尖锐造型的智能头的 你可以看到如果它开着车的时候呢 它有个好像类似Nike型的热尖行驶灯 然后里面呢它其实有4个Lens 象征着成功人士的这一个标志 Lexus的标志 其实它的size是蛮大的 大概就是一个iPhone 15 Pro Max的长度 然后这个那么大的一个logo 它后面其实是一个隐藏式的雷达 然后最后就是整台车都是黑色 可是这里有一个银色的一个点队 就看到整台车就不会太单调 传统的开车门方式 其实它是分为两个小动作 第一个就是开 第二个就是拉 就是说把那个门板呢 开了之后再把门拉出来 可是Lexus就不一样 它把这两个动作合在一起 变成一件式的打开了 这个那么有仪式感 那么照顾到细节的东西 其实这个门都有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谁都不服 我只服Lexus的开门方式 车身长度为4660mm 比Toyota Harrier最新款的短一些些 可是车距是2690mm 就跟Toyota Harrier是一样的尺寸的 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 这台车的真实尺寸是如何的 那无论你选择的是Luxury 或者是F Sport的话呢 它的Rim都是一样是20寸的Sport Rim 然后搭配的轮胎呢 是这个Run Flat Tires from Bridgestone的 尺寸为235 50mm R20的 然后是前后都一样 还有一个整台车里面最吸引我的地方哦 就是这个门的边框的颜色 其实它的颜色跟你的Rim的颜色 其实是一样的哦 所以整台车看到是很有的层次感 当然还有这个尾部的宽体 它的线条跟肌肉形式做得非常的机致 非常好看 那刚才看了车头的底部的银色点缀 其实来到车尾呢 它也是有一样的东西来做一个延伸版本的 Lexus的F Sport也代表着它们的运动版本的车款 所以这台车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车的底部这里呢 也有类似一个Diffuser的 它那种跑车的那种设计 所以看起来整个运动风也比较加强了 再来就是这个贯穿式的尾灯 而且它还是熏黑式的 所以你感觉上这整个尾灯 跟车是无论为一体的 车尾的logo设计呢 就换成这种一直排开的Lexus的字样 看起来就比较现代化 电动尾门呢可以用脚来做开关 这也是非常敏捷的 电动尾门打开之后呢 有一个很细节的地方 就是这里其实有一个小灯 所以如果往上你在路边打开这个门要开 要拿东西的话呢 还有一个灯可以照着 然后打开之后这里的容量呢 是520个L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呢 椅背可以六四青岛的话呢 你在电视在冰箱什么东西的话 都没有问题 可是有一点我要吐槽的是 这台400多千的车 它的六四青岛帕 并没有一键式的按钮给它倒下 而是采用着传统的 从前面把它拉下来的那个方式 动力方面呢 采用的是这一具 2.4 Turbo Charge的引擎 而这一具引擎呢 首次搭载的就是在这一台NX350 搭配的是8速Direct Shift的牙翔 然后最大的马力值为275 而最大的扭矩为430nm 可是这台车的重量1880公斤 它0到100的加速也只需要区区的7秒钟而已 来到车内设计 第一眼看到的肯定就是这一个超大的 14寸娱乐主机 而这个主机呢 它的颜色也是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高清 它还支配Android Atole跟Apple CarPlay 而且还是无线的 下来就是这两个小旋钮的 这个里面可以看到是你的两边不一样的 那个冷气的温度 所以你可以看我这里要冷一点或这里要热一点 怎样的都可以 再下来就是冷气出风口 会在这一个位置的 然后下来这里就是一个 Wireless charging tray 所以你可以放你的电话在这里可以充电 当你没有用这个充电 tray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打开 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存放东西 坐车driver side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你前面有一个抬头显示 所以这个抬头显示器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时速啊 还有你的跟车的距离 你的导航还有其他的 notifications 可以从里面可以显示 那必须强调的是这台车里面的质感 因为这台车算是一台luxury的SUV 然后这里呢它是有一个皮 真皮的包裹的 包括你的皮的座椅 这个高级的皮革座椅其实它包覆性非常的好 你可以看到这两边也是非常的厚 所以你坐进去的时候呢 你可以感觉到你是坐进那个椅子里面的感觉 其实它这里有两个地方 这个其实是固定你的肩膀的 所以你坐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舒服哦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就是哦 当你坐在你的这个位置 你要坐消费的时候呢 通常那些人就会拿着相机 然后头就会歪一边 那原因是因为这里有一个F Sport的质量 所以你可以不经意的把它修出来的 360 camera的按钮 你随时按这个按钮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车附近的周围发生什么事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Eco Normal Sport跟Sport Plus Mode 只有NX350 F Sport才有Sport Plus Mode 接下来就是这个非常好玩的手幅 可以这样子开 或者从那边打开的话 你也可以从这里打开的 所以它是两边控制 两边打开的 非常特别的一个设计 然后steering呢是用真皮来包裹的 后面这里还有pedal shifter 那刚才外面有提到开门是一件事的 其实从里面开出去也是一件事的 这里就是一个按钮这样子出去就可以了 我是181cm 80kg的大方 然后前面这个是我开车的时候的这个位置 我坐去后面的时候 我竟然还有一个半的拳头位置 所以我可以说到这台车的后座其实非常的宽的 再看看我的头顶部分 这里也是超过一个拳头的 就是一个半拳头的这个位置 所以坐在后面这里的话非常的宽阔 冷气出风口和充电口也是标配 一般上的车都有 车子音响的方面呢 它采用的是Lexus的Premium Sound 它是有10个喇叭的围绕系统的 所以坐在里面 停格也是一种至高的享受 然后整台车内呢 都标配有7个安全气囊 再加上私下最先进的安全系统 它都给完你 所以其实这台NX350 就是新款的第二代的NX 它比上一代的话呢 它里面其实是比较斯文的一些 不过也是满满的那种 机械感的那种战斗机的感觉 因为它这个中间的那个主机呢 它是稍微偏向司机的 在还没有开始试驾的时候 我们先试一试 这辆车用那个斜拨辅助会怎样 那平时如果我们的车走下斜拨的话 如果那斜拨是很斜的情况之下 可能我们会靠我们的 brake这样子来 控制那个速度 不过这辆车就不需要 只要这里按轻点按那个button 这个是下斜拨的辅助 你按了之后呢 其实你基本上连brake你都不用放 它会以一个最慢的速度 慢慢的滚车下伤 这样就比较安全一些 所以前面这里是比较斜的 一个斜拨 然后我就按了这个button 好 所以现在我就慢慢的滚车上 我是没有 我是没有它brake的情况之下 然后我可能又加一点 给它走快一些些 它就控制着那个速度 它就维持在8km而已 它就不会超过8km 就算它斜拨是狠斜的 还是控制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一台车哦 它跟上一代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底盘 跟不一样的引擎跟牙响的 所以现在你开起来 跟上一代是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不过呢 它的性格还是类似的 就是比较spotty 比较注重操控的 那其实很多人都会拿这辆车哦 来跟Volvo的那个XC60 别的比如X3 还有Mercedes-Benz的GLC来做比较 的确这辆车的加速 跟那三辆车来比的话 这辆车会显得比较逊色一点 就算这辆是一台2.4T 它主要的是车内的乘客的舒适 跟那个隔音感 还有那个高级感 那就比如现在其实外面在下着雨的 然后基本上我在车里面呢 我是听不到很大的那种雨滴声 而且那个隔音来说呢 我可以说是同级中最强最好 就是我走到的那条路呢 是不平稳的 轮胎的噪音也是减到的最低 那对比上一代呢 这一代的那个body roll 明显的减少了很多 那这辆车的driving mode呢 可以调节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你的drive train 意思就是你的engine的response 还有你的牙箱的那个激进度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suspension 如果你调节它是去S或是S plus的话呢 它会比较偏硬 然后更加的好的控制 之后就是你的steering 就是如果你是sport mode的话呢 你的steering就会变得更重 然后只要轻轻的转动这一个 即使你在什么速度之下 你都可以把你的那个driving mode 你的驾驶模式做一个调整 那现在用的是ecore mode 所以就可以感觉到这个steering是比较轻的 suspension也感到比较柔软的 而且ecore mode它也比较省有一些 那NX250或NX350 它们都是采用这个all wheel drive的system的 它的好处就是它是全天候all wheel drive 就是说它可以任何时候的把你调节 你的那个重量分布 你的跟你的力量分布 你是要55的 还是你要64还是你要73的 它可以做一个调节 这是一个比较智能型的all wheel drive system 好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 它是比较平比较空的 然后测试的话呢这里是比较安全的 so在这里我们试试看这辆车 它0到100加速的感觉会如何 那首先我把这辆车调去S Plus 第一版用我们我看这辆车的版用会怎样 ok 3 2 1 ok go 是蛮不错的 是蛮厉害一下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它缺少了一些爆发力 不过也ok啦 因为它是Lexus 它主导的是比较多是舒适跟舒服 跟那个乘坐的感觉 就是它起步会比较是算是比较平顺 没有爆发咯 好介绍我们来试试看这里是空档的路 没什么车的 我们就来看看它拐弯的那个表现 所以现在我是在S Plus Mode的情况之下 我的Sering会稍微重了一点点 不过它所谓的重也没有去的很重 然后Suspension来说呢 它的确是有硬了一点的 加上这台新款的引擎2.4T 它的声浪其实蛮好听的 前面这里是比较有多元的弯路的 我们试一下它的那个Control ok 控制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是OVD 前面是下斜坡 Body Roll很少 我一直在加速 ok 操控很好 是偏向那种比较软的 就不是那一种硬派的 就是有一些弯 你会觉得这个速度 这个柔软度可能是过不去 可是哦 当你过去的时候 你觉得其实ok哦 它可以过去哦 然后它也没有任何的那种轮胎那种噪音出来 这边说还是它的控制范围里面 那看过了所有这台车的里里巴巴的设计 所有的功能还有它的驾驶体验之后呢 如果这时候你想要买这台车的话 肯定在你脑海中会浮现出它的所有的竞争对手 那比如说BMW的X3 Mercedes-Benz的GLC 还有Volvo的XC60T8 可是你可以看看这四台车来做比较的话呢 其实只有这一台是唯一一个来自亚洲的代表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去选择呢 那以上就是我的影片的所有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与分享 多多支持本地创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